中文字幕 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阿木 嗨 我是Judy 就是今天呢是要评测 到底是台湾的鼎泰峰好吃 还是美国的鼎泰峰比较好吃 因为Judy 说 她说你觉得美国的鼎泰峰 比较像对吗 就是以台菜来说的话 我是觉得是顶泰风的时候 最有这种家的感觉 今天呢我们就是点了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其实做这个测评 还做得蛮辛苦的 所以我们点了那个排骨造米饭 还点了一个这个叫什么 好油超爽 然后还点了小笼包 炸酱面 还有酸辣汤 因为我自己吃过蛮多次顶泰风 我是觉得其实是蛮好吃的 所以还是决定了做一个测评 你看一下差别大了不大 好那现在我们要开吃了 吃了好辛苦 我现在先吃一个小笼包 它里面有汤 好吃吗 我觉得它有点冷了 就是如果它热的话会更好吃 我觉得你可以吃一下 好我先弄一下这个 先吃那个那个是热的 这个很好吃 这个是那个 蠔油超爽 好吃 超好吃 好吃就好吃 吃醋 吃 我来吃 你在台湾也会经常叫蠔油超爽吗 我都会 这几个都是我必叫的 好吃吗 好吃 味道一样吗 很像 而且我们其实也有点饿了 很饿 对 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怎么吃东西 我其实没有吃过它这一个夹酱面 然后主体说就是它是点它一种弊点 好吃吗 嗯 它就是很清爽 就是非常清爽 又很好吃 我有点酸 对不起 没关系 因为我们今天其实是蹲在这边吃 你看 然后这是一趟非常吃得辛苦的一餐 没办法一起 没地方可以吃饭 本来还想说要不要吃糖外食 但是我们要等到晚上8点 太晚会饿死 它的排骨还有它那个糖醋排骨是我经常点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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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它的面怎么样 嗯 超好吃 超好吃 完全就是那个味道 就是完全都是台湾的味道 嗯 嗯 好好吃哦 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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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要吃一口它的糙米饭 嗯 超好吃 嗯 嗯 超好吃 嗯 对它的糙米饭都没有过油 所以我就很喜欢吃 对 过油我真的吃很 就是很腻 然后吃完身体不太舒服 胃消化不了 嗯 好 那现在我要是 我现在要试一下 就是加了一点点海风的辣椒 然后配这个糙米饭一起吃 嗯 所以刚开始吃一口就会觉得它有点油 但是其实还蛮好吃 我们把它拌开 嗯 嗯 嗯 这不是一个菜品啊 吃锅 这是一个吃锅 吃锅 吃锅 我太想吃吃锅 我很爱看吃锅 真的很好吃 嗯 就我真的来美国的时候 当时 刚来说没有开紧开口 现在我要喝这个酸辣汤 但是我没有喝过酸辣汤 嗯 真的很好 就是我没有喝过台湾 哦 它有那么多料哦 真的 因为你知道我们那边的酸辣汤 没有这么多料 真的 我没喝过别的酸辣汤 哦 它真的好多料哦 对 每个料都很好吃 不过 诶 这个很好欸 对啊 真的很好喝 嗯 怎么样 这热的辣辣的很好喝 哈哈 好喝好 嗯 真的是我觉得最好吃的东西 嗯 嗯 我觉得 美国酸辣汤 永远一定会少一味 少什么 因为台湾的酸辣汤 会加鸭血 哦 可是因为美国人不吃鸭血 这个东西是不卖的 但是其实鸭血很好吃啊 真的很好吃 可是这个人不敢吃 所以他们就没有劲 难怪 对 可是就很多东西都觉得会少 因为像麻辣锅啊 就觉得少一个味道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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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龙帮你觉得OK吗 如果热热的就更好了 热的话更好吃 嗯 然后现在呢 我要用它红油超手的那个汁 来拌拌 应该会怎么吃 嗯 超好吃 好吃 它这个酱子就是一个成功的酱子 它那个红油超手的那个酱子 好像拌什么都很好吃 满满 满满辣辣的都很好吃 嗯 好 影片拍到这边了 我们两个要继续吃东西了 记得分享 订阅按赞 谢谢拜拜 拜拜 吃酒 吃的一双 然后又是很肯定的 那个小姐 就三个针看着我吃 真的吗 她们觉得就是很惊讶的表情